《对付罪》的根据 《对付罪》的根据意思就是说 这不是凭空说的 也不是我们人想法说的 那是圣经这么说的 是神这么说的 一面这就是根据 一面给我看见 从这个八个地方的说法里头 他就分别的给我们看见 神对于这个罪和对付罪 他有八方面的重点给我们看见 所以我们在这点一下 第一个点 第一大点 第一重点 这个里面经过的就是 你要在谈遣圣经礼物的时候 你要想到有弟兄向你怀孕 你要把礼物放到这里 回去跟他和好 和惜了 再来 如果你没有对付了这一个 那意思就是说 你信任的礼物就白干了 神不会怨纳你的 所以这个就很严重了 你要跟神交通 你要跟神交通 你要来士奔族 所以你里头跟别人 有过不去的地方 人家对你过不去的地方 你没有过 你所做的那个手铃架子 就很打岔了 所以这个是对付罪很需要了 第二 他说 你如果发现 你这个人犯罪 犯罪 犯罪 他说 你的眼睛叫你犯罪 他说 你就要把眼睛挖出来 免得你两只眼睛下了火壶里 到火坑里面去 因为你的手叫你犯罪 你把右手把它砍掉 你一只手 还抢了两只手丢到火坑里 哇 这个就跟我们看见 这不对付罪 这个前途很危险啊 你现在可以保存得很好 将来你眼睛保存得很好 手保存得很好 没了你掉了火坑里头去了 这个不是说外班人啊 是说基督徒啊 信主的人啊 所以这个对付罪很严重啊 不能够随便啊 这个第三 每一个罪 这个道德上的 那个感觉在神看啊 就是一个污秽 很污秽 我们是对物质的污秽 哎呀 谁这个鸡这个大便 大便在这里 这很脏啊 灰尘很多的很脏 我们不知道人 杀了一个黄 那一个对你的灵魂 那个污秽 你就没有多少感觉 但是神对你 那个 你这个犯罪 叫你这个里面这个人 受点污的清醒啊 它是很严重啊 所以你要处境 这一个污秽 好 那个第四 这个对付这个罪 所以有里有外 要把你的手捷径 也要把你的心清洁 所以里外都得要清洁 那第五呢 你这个对付罪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心里啊 对这个罪 会有一个证悟的感觉 证悟 我们每一个人犯罪 平常都觉得 我们不觉得可证悟啊 我们觉得比方说 卖菜的人都说 太太啊 亏本了 现在这个时间晚了 亏本了 卖给你了 如果你买了 他心里很高兴啊 很高兴 他赚了钱了嘛 但是在神看呢 你这个所有 这个犯罪 那个罪啊 对你 就好像你 好像看了一个餐饮一样 吃了餐饮一样 要有个厌恶的 不光是感觉 因为神 这个定罪 这个罪来的 你自己 也有一个厌恶的 这表示你的性情啊 也因着神的缘故 被他们炼进了 有神的性情 所以我们常说 我们有神的生命 也有神的性情 那个性情啊 圣洁 圣别跟圣洁啊 很重要了 那圣洁特别在 罪恶的感觉 他就有个厌恶的那个性 和讨厌 要对付 那么就是 还有呢 我们甚至对罪的抵挡 甚至到流血的地步 就是很厉害的来对付 第七呢 要向神要认 这个对付你 要包括认 认就是承认 这个是罪 承认这个是罪 你如果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神 是这个 祂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不义啊 那第八 就是一面要承认 一面要离弃 这一个 不要一天承认了 以后下一个周年又犯了 又犯了 要离弃这个 那第三个大点就是对付罪 那个意义 什么叫做对付罪 什么叫做罪 什么叫做对付罪 但是反不义的都是罪 那么情况 什么叫做不义呢 简单地说 这个义啊 它就是公义公平 好像有一条的线在那里 你过这个线啊 践踏了别人那个线了 那个就变得不义了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 这个我们在台北的 这个教会生活最早的时候 很多人从大陆来的 年轻的人呢 什么来读书或者做事 他们也没有家 所以在台北一会所啊 也有一个火事团 火事团有几周啊 大家在那里吃饭 我不记得有没有人在里头 这个打火啊 那其中有一个弟兄啊 那个得救以后也有心啊 也参加那里 那他这个一起吃饭的时候呢 这一桌 大家煮蟹祷告完了以后 他筷子一拿起来 如果这里有一个 一盘的鸡啊 他啪一下 鸡腿就给他拿走了 如果这个是鱼啊 啪一下 那个最好吃的部分 他就给他拿走了 他这吃菜啊 他还不客气了 所以大家心里都是 叫了菜老虎 菜老虎 那菜老虎是不是对啊 是 这个不易啊 不易 他这个 我交了钱 这个应该钱 应该吃嘛 应该吃了 但是你吃啊 只能吃 如果是八个人一座 你只能吃 就是百分之一啊 你要顾一顾别人啊 你不顾到了 这个就是不易了 所以你也是罪啊 这个违背良心的行为也是罪 违背律法的也是罪 这个律法 它不光是神 你这个十条诫命是律法 并且啊 在这里 各种的这个 家里的家法 学校的法 政府的法 都算在一个 有一个弟兄啊 他对这个 凭良心做事 那个 很注意来对付 对付罪的 追求的时候 所以他走路啊 他走路啊 他走路在马路上 一定是走了右边 走了右边 他说交通规矩是 靠右走 所以我忍耐 也要走到右边 然后后来有个度弟兄啊 他就笑他 你说的那个说的不对 交通规矩 车子啊 是靠右走 人是靠边走的 人不是靠右走 如果说靠右走 但是他这个 他认识是有点错 但是呢 他这个很 很照着这个良心在那里做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对付罪 只要注意 无论到哪一个环境 你到教会来 教会也要有一个规矩啊 无形的有一个规矩 你不能够 那一次报告 这个 一个大聚会 什么聚会 都是先到前头 来做起 做妈妈的晚餐 但是有的弟兄姊妹 我就是爱 做到最后面 结果都是空的 我还在 但是就是 那么你良心里 应该也要有一点感觉 无论哪里 它都有一个 一个规矩 都有规的 这个 那么当然 这个违背的良心的作为 这个良心啊 我们是灵在我们的里面 给我们有关照 我们这个 借着这个良心的明锐 我们能够发现 我们什么是罪 什么是应该对付罪 这个良心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不合适 他里头不平安 这个 他就能够知道 该对付的是什么 有的良心 像烙天烙狗一样 没有感觉了 那就不对了 还有不出于信心 不出于信心意 意思就是 你对这个东西没有把握 就觉得好像是罪 又好像不是罪 那但是呢 你不做 觉得好像吃亏了 所以你还是做 做得兴兴兴的 那个就是 不是很好了 那个就是 对你的这个良心 就有问题了 叫你打问号了 那么抽烟 抽烟这个是师父真 故事我们不必讲了 里面当家也不许 这个一个余弟兄 将去庐山 他是避暑圣地 你脱圣地以后 暑假身体不好 就到那里去避暑 就带一些人得救 这个余弟兄就给他带得救了 这个余弟兄他是装电灯 他原来天天 到冬天一定要喝酒 到底要不要喝酒啊 这个丹家 这个余弟兄都没看过了 一定就知道了 所以尼弟兄听见 他后来来问的 这一个 他说尼弟兄 这个余弟兄后来到了上海 碰了尼弟兄 那尼弟兄说到后 到后来你 有没有喝了水了 喝了酒了 他说后来没有 因为他说 里面有个单家的告诉他们 所以你觉得 这个说法真是好 所以他的信息里 都提到这样的事 后来他 他这个余弟兄不认识字了 不大认识 后来他的儿子 也蛮爱足的在教会里面 那么回家叫别人跌倒了 也是最 这个就是 你要有的事情啊 你做的叫别人跌倒 这里 这个框框的一个 叫路上戏眼 这个很重要 第一个 每一个一定要看一看 因为不知不觉 你如果你在那里 特别做全时间有事分 有责任的长老同工 若是身上有一些问题 人家看着你 就被你绊倒了 那你这个 你所有的事分 真是都空了 因为你建造城墙 建造武池 你把它拆掉了一战了 那么第六 对付就是 建造悔改的果子 意思就是 你里头是悔改了 你外面一定有个果子 能够产生出来 那么也就是像楚教 经过了逾越节 逾越节正月十四号 然后接下去六天 就是出教节 所有的罪的痕迹 都要除干净 我们今天每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经过了逾越节了 我们一生之久都是出教了 那么 所以他这三种对付一个罪 一个世界 一个良心 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对不起 那个祝福 对不起 请到 你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